你能不能不要八字脚 我现在脚也好 你靠我好吗 好难受 你都很像 我让你可爱一点不行 你这样很可爱 你知道你这样很可爱 好 四位队长已经捆到完毕 接下来我宣布 第一轮开放的四个房间 分别是8号房间 3 14号房间 马晓龙 45号房间 王润 6号房间 木桐 计时 开始 走 我跟你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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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做点一点的 准备一二三走 哎 很好 这个哎 这步伐对不对 魔鬼的步伐啊 摩擦摩擦摩擦 魔鬼的步伐啊 我们要一步一步了 往你们房间走了啊 各位兄弟姐妹忙 好 你们决定好了没 哎 啊 走人承受我的朋友 还能处在你 他不肯定 我肯定 好刺激啊 两个一起 他应该去 三人那边 感觉是你一个人不是我 哎哎三人 车到了车到 哎哎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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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先 那你先坐 你先站着吧 我先站 我坐着 不是 不是 我们换一个位 你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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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坐 你坐 我跟他根本就没什么好聊了 对不对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已经结盟了 我跟他已经结盟了 就像你跟木头是一样道理 对 对不对 但是我虽然跟他是结盟了 但是我必须要送你一个 上一集是香蕉 嗯 你知道苹果的含义是什么 哦不知道 我们要一起拼 一起 过 过 苹果 哦我想说放进好多鱼啊 我感觉我真的 我是你们两个人 我 是不是 你爱我吗 嗯 爱 我也爱你 你来 大家到底要哪一个 大家到底要哪一个 啊 哎哎 我问我 我讲 走了 你们走 按完之后我该走了 哈哈哈 走啊 我们就走了 快一点 加油 记得啊 加油 修路队 修路队 过 走 真的 我都在这看吧 真的 等等 一 走 回头 接下来就在 六六 两个 隔壁房 六六 隔壁房 嗨 嗨 我应该怎么面对你们 但是是两个人呢 没关系 我们很团结 对 所以 觉得你很厉害 希望你愿意来 对 我其实想说我很喜 不对 我很爱你 如果我没有结婚我可能会选择 嫁给你 你再跟我结婚了 对 我只是很很欣赏他 觉得他很帅 然后就只是想很直白地告诉他 我真的是很喜欢他 然后 但是前提我结婚了 所以如果没有结婚的话 但他喜不喜我还是一回事呢 我 我知道您是 杰斯里面的大姐大 然后 没有 然后 我还很年轻呢 然后跳得也非常好 但你确定你的团队是需要我的吗 我 让给我 我说想跟润姐说你去吴建豪那吧 你在他那可能会 有更好的位置 有更好的发挥 但是润姐在里面问我 你觉得我怎么样 然后我就 就不好意思开这个口了 谢谢 谢谢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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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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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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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特别想争取您 是吗 我特别想 特别想要您 我的毛巾是这样 这一轮还有一个人 叫马晓龙 所以我先把毛巾变成马晓龙 因为咱们很确定 对 剩下的毛巾我还是留给你 行 你放心 行 好吧 你稍微等我一下 好 没问题 你可以再说一次 上次你对凯根说的那句话吗 你要当他的毛巾 我要当他的保护壳 凯根给你走到最后 这次的目的性 就是为了当你的保护壳 说定了 我们有一个君子的约定 感人 我要留留吧 这就是我们的团队 这就是一个我们团队的精神态度 对 对 感动 等我 先让我当内网 好吧 我们没有那么多废话了 像你什么一起 一起过 还给个苹果 真的 刚才我在旁边 你别犯了 你们两个都不一样啊 哇 真的好麻烦这个 你毛巾给他挂 你先挂毛巾 我挂那个 我先给马小龙 我 我一度很想要 应该我 但你这边应该不缺编舞室吧 但我觉得 比如说你这边有Franklin 我觉得可能偏一个 能够 能够 这两个犯人 哈哈哈 他在一起训 真的 哪呀 可以四个一起啊 我觉得缺少一个 叔叔这种作品 因为我本人也非常喜欢 我觉得以后咱们都可以 出这种作品 包括节目之外 咱私下人之后 也可以出这个玩儿 非常非常喜欢 谢谢 还用得聊这么长时间吗 你觉得他会不会改变 不会改变 你确定 确定 我觉得你要用点力 我还要用 其实看你的东西 要跟Franklin 虽然你们两个是编舞老师 但感觉完全不一样 对 我跟他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但所以你们如果加起来的话 我觉得还挺厉害的 我觉得 好具体 我汗都出来了 吴建豪 他很真诚地帮千玺在要人 然后千玺呢 他很真诚地这样看着你 眼睛放光 那种光感 不是那种水汪汪的光 是那种真诚之光 他就这样看着 越看我越不好意思 越看我越不好意思 你还有两次的惩罚 对 对 笑的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 你这么这一季感觉 你笨笨的这一季 这一季有点笨笨的 这一年退化了 好多退化 我要把你拯救起来 对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对 差不多了 可以聊什么 这白费世界 所以你们是联盟了吗 我们是联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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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我想跟他在一起 我也想跑 你也知道吗 或者被逼的 必须 行 我知道了 好吧 好 因为这一轮呢 还有那个木桶 因为木桶 我让他稍微等一下 我先把毛巾放在你这 好 好吧 放这了 他也没关 他还年轻 好 怎么办 庚哥进来就很直接了 完全不给我机会去思考 千玺刚才那一出 你知道吗 请队长们把毛巾挂到 你们想要选择的 徒者的房间的门把手上 你能站住吗 接下来请说出 你们想要选择的 队长的姓名 我选韩庚队长 吴建豪 我觉得一个男人的 承诺最重要 所以我选择的队长是 天哪 好 现在我们来公布结果 本轮 共有三名选手 成功入队 三 成功加入罗志祥战队 过 平 过 其实我跟小猪哥 从开始到选队长 其实挺明显的 我就 基本上是不会 就是脱离他的战队 恭喜 王润 成功加入吴建豪战队 过 马晓龙 成功加入 老师反正想的是 他对于作品的要求 一定要高于人情 就是 就他来我这一定会有好作品 马晓龙 我觉得我很高兴 马晓龙 成功加入 韩庚队 上队 过 我选择 韩庚队长 抱歉了 天喜 我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因为韩庚是这样的 在韩庚队的时候 只剩最后三根毛巾了 到我跳的时候 他毅然决然 都没有让我第一次打 没有让我比赛 直接挂给我 我才有了现在 会有点可惜 但是其实对 我后面站的影响 并不是特别大 只是 稍微点遗憾而已 第二赛段 由于罗志祥队长 在不用手穿裤子 这个游戏中的优异表现 他获得了第一名 因此 我们将奖励你一个 特殊道具 来 这个道具和你的战队名称有关 你可以任意使用这件道具 但是你在接下来